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来自长春是何工业一名的工人 我叫李宗盛 感谢大家给我这次机会 我特别的感动 我就跟大伙唱会唱会 我自己没学弟子归之前 是咋不孝顺父母 对公婆咋不好 学了之后才知道 就是说百善孝为先 我就是太学德了 这个德确认的儿论 就是因为我不孝顺 我爸是88年 跟小孩的爸走到一起去的 他家是外地 婆婆家是个农村 结婚的时候 他就要来 我就不想来 我说你看来干啥呀 咱们还不方便 就百般阻挠 就是没养人家来 完了说咱们回去看他吧 完了就回去了 到了这个 到了他家吧 因为我婆婆儿子多 六个儿子 完了呢 特别的那个啥 就是大的成家了呢 我找的这个呢 是老师 完了呢 下面还有在读书的 完了就是婆婆挺困的 经济挺困的 都供孩子念书 他家的孩子念书都特别好 完了呢 就是特别的困难 完了我不但不理解 去了之后呢 就是特别无礼啊 领着这些伴打的孩子上山跑 完了呢 也没个媳妇样 完了呢 家里亲戚啊 因为这个村的啊 都是那个姓刘的亲戚 都来看 说这家 娶媳妇都来看 完我就起烦恼 我就生气 我说你看 你家怎么这么多人呢 完了不喜欢 烦人家家这个人 完早晨起来 也不帮婆婆做饭 婆婆呢 是奥地斯包米盖的 点火 我也不愿意去 早晨不给起来坐 完了呢 还跟她挑毛病 我就说 说婆婆 我说妈 人家都结婚杀猪啥的 你看你连个猪都不给我杀 完了呢 婆婆就不知声 我说你看你家小棚 小棚的那个瓜子 个儿多大 你也不给我炒着吃 竟吃那小的 婆婆说 那都是留种子的 你啥都想吃 往我 往我真是 真是的 往早晨妈也不起来帮她干活 她做完了饭菜呢 端上来之后呢 往我还挑人毛病 我说妈 你看你做的菜 不是咸的就是淡的 往跟小孩的爸爸 天天反就 说的你看 你妈也不会做点别的饭 上多年的包 下多年的包 就溜滴 那吃的都受不了 往我就偷着 背着婆婆公 就买饼干 买罐都吃 完了呆 就是墙子 呆了几天 完了就 这是回来了 回来再也不想去了 第二年呢 有了个小孩 小孩婆婆就 非常想来伺候呢 就说 我帮你啊 来照顾这个孩子 哎呀 我说的 我可不用你啊 你就是老是个家呆子吧 我就不让你来 就百般就不让人来 她呢 完了呢 非常的善良 完了给送的那个 做的小店什么的 给拿来了 拿了之后呢 我还给那个 那个小孩的爸反哭 我说你看你妈 啊 这结婚也不给钱 也不给东西 生了小孩 优了几个小破店 就是 就是 反正就是人家妈 左也不好 右也不好 就是 呃 挑人家毛病吧 完了这就是一晃呢 就是 呃 生小孩说 我妈就说了 我妈说的 你看 天音进口啊 是好事 你一给你婆婆做条裤子啥的 你说哪有你这么干的 往我说的妈 这事你不懂 你看 他给我啥呢 你就让我给他做裤子 我就跟我妈 就顶 我妈说 你这孩子咋能这样 就说太不像话了 这就是过分 我那时候也还是挺过分 这一晃 还就是上学前班了 上学前班了以后呢 完了 就是那啥 我妈说的 你看这孩子都这么大了 爷爷奶奶面也没见过 哪有你这样的 那啥儿媳妇 你得领过去看看呢 我一心思也是 会磕着呢 这孩子长那么大 没见过爷爷奶奶 叫你笑吗 完了就给领回去了 领回去了 跟第一回是一样 不给那个啥 就是也不帮人家烧火 也不帮人家做饭 完了一岁呢 害死几点 就是跟第一次的洗几年 改也没改了多少 害死那样 婆婆泡了衣服了 啥的了 也不帮他洗 就觉得那是他的事 我不能帮他洗 就是很过分的 完了亲亲邻居来领请吃饭吧 完了也喝酒 人家喝就喝 完了觉得那三大酒挺好的 一喝就多了 完了就 就是 就走道就飘了 一点福德都没有 就是一点儿没有 说的 就是说的 当个媳妇 有个媳妇样 没有 婆婆呢 也不自身 也是 就是挺厚道的 等到孩子七岁的时候吧 然后婆婆就得癌了 得癌了以后呢 她跟那小苏子呢 就领着妈妈爸爸呢 公公婆婆就在洗洋检查了 就是检查说癌晚期 刚癌晚期 完了就在那个 沙杨就往常春打电话 说要来 完了我说 这个可不能来 我说我得跟那个啥 跟你哥商量商量 往我家小孩的爸下班了 我就跟他商量 我说你看 你妈得癌了 要上咱家来 看孩子 看咱们 那可不行 你说他早晚都得死 你说那他还要传言咱们咋吧 还是晚期 完了我说你看 咱们死了行 孩子还有未来呢 不能让他来 我说要来就分餐吃 你妈呢 就在那边吃 我说你看 就是心里嘛 我就是心里变态 我说你看 你妈来了吧 给她做盘饭吗 分开吃 她心不自在 你看我跟她在一起吃 我心不自在 然后我说 咱就不让她来了吧 完了婆婆 当时就是说 一听我电话的时候吧 你也没那啥 我家小孩的爸 就跟我干仗了 打呀 说没见过我这样的人 然后我不断不孝顺 还振振有词呢 跟人家就是反求 那个礼啊 就是狡辩呢 我妈家里人都指责我 说我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我也不回头 我也不行事 还是就是这样的 我行我书 完了丈夫呢 就是对我就很冷漠 一点都不好 不好完了之后 他上班也忙了 一整就不回家 然后我就想想 我说你说这日子过的 也没啥意思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咱俩把别过了 这日子过的也没啥意思 你说各顾各的 你说挺难过的 他说行 他说你这种人 他说也不适合当媳妇 他说咱俩就离就离吧 我俩就商量好了 商量好了 第二天就准备乐乐呵呵去离婚 就挺高兴 完了 因为离婚 我们单位给房子呀 我心里我有房子 我也能养活孩子 我有工作 我也不用你杀 完了那个啥 哎呀 就是就说离婚 离婚第二天早上 我看他没劲呢呢 我说你咋不去什么呢 他说你这个人哪 真是糊涂个所以样 我说咋的呢 他说你看看那个门哪 后边贴的啥 因为那时候我们俩就分开住了 我一个屋 他一个屋 这个孩子呢 跟我宅一块住 这个时候呢 我家那个小孩呢 就给他爸爸呢 就画了一个这么大的一幅画 挺大一幅画 完了一手画的妈妈 一手画的爸爸 完了中间画他 手牵妈妈 完了这个手牵的爸爸 完了给他爸画了一个 就是很大的个心 说他爸爸没有心 就是说就不顾家 那个意思 就是 哎呀 完了这个 孩子挂到他爸那屋以后吧 他爸起来一看 说哎呀 当时他爸觉得 我是太过分了 但是他也走不够我呀 我还不回头 然后他就让这个孩子 给内心挺 就是他爸之汉挺大的 我呢 看了这个话 愣了一下呢 哎呀 心里不是滋味吧 但是也就过去了 反正孩子呢 就开始 他爸下巴 能给他爸洗脚 我说呢 别看你爸洗脚 你看你爸那脚 都长脚气了 穿严你咋办 你可不可以给他洗 啊 姑娘就要洗 洗咋办 你戴手套 把手套戴上 完了 哎呀 太缺德了 就让这孩子 戴手套给他爸洗脚 完了呢 我是从那个啥 08年11月份吧 真的就是感谢 非常感谢 这个行得诱人 我有这么一次机会 就听了分享的课了 听了两天 当时就是说 老师讲的这个 孝道和这个五轮关系啊 完了还有那个 讲隐私健康 完了又讲了啥呢 第二天就讲的那个礼 这个礼啊 就给我震撼的 我就觉得 你看 我在一反思我 笑 笑没做到 礼礼 没做到 哎呀 这就太过分了 我一想 太差劲 当时我就 哎呀 听了第二天课的时候 我就感动得不得了 我心里 我怎么这么对人家人呢 太缺德了 过分了 完了 我呢 就那个啥 完了我就那个 问那个园长 我说园长啊 你说 我们在这儿 你说你这些老师 都规规矩矩的 立立正正的 给我们去工 完了 你还这么老多好吃的 给我们一盘盘的送 完了 你还这么工 给我们 完中午吃饭 你还炒那老些菜 免费的 给钱还不要 我说你到底图啥呢 你说说 还要我们改好 完了后来 他说 园长说了 说的 只要你啊 把家庭过好 你就是为小区做贡献 你就为社会 这种贡献 当时我很感动 因为我自私自利 已经很惯了 凡事想自己 我一看 还有这样的人 大公无私 我内心真的 都当时就非常的感动 完了 我就想 这 紧接呢 就看了那个啥 就挨着呢 就看了那个 那个河鸡 那河鞋 整流危机 和那个啥 就是劝孝文 看了中博 劝孝文之后吧 我就是看一遍 留一遍 我就觉得我真不是个人 自然都不能像我这样 你对公公婆婆 我太过分了 完了呢 火不齿的时候 我也没回去 为什么呢 我说的 我胆小 我害怕死人 你快回去吧 你带钱 带物 你带啥都行 你就不要我去 我妈说的 你看我给你看孩子 你回去吧 照顾照顾婆婆 那个 农村发送的时候 也挺的啥 你照顾公公 农村发送的时候 还挺那个啥的 挺隆重的 我给你 带几天小孩 你跟着回去吧 我不回 我说我胆小 我不能看死人 我害怕 让他回去吧 就是说 种种的原因 就是 赌赛 堂赛 完了就是说 你想自己这个心 就是 就是不回去 不但不回去 完了呢 小孩的爸回来呢 完还说一些 不好听的话 完了通过学习呢 我就 在想想自己啊 真是很 太 太过分了 完一看 听那个 缺孝文 哎 听一遍 流眼泪 听了 我太 但是咋的 婆婆婆没了吗 完了还剩个公公 还在 我知道公公得的是 假肝 完 通过学习以后呢 听两天课之后 我就跟小孩的爸说 我说 咱们今年过春节回家吧 他说 你真的吗 不是真的 因为结婚 我就回去过两回 算这一回才三回 结婚二十 二十年了 完了呢 他高兴呢 他就说 明天我就出差 他第二天就走了 然后他就回家去了 回到家 是干啥呢 就是把家里吧 准备准备 就是为了养我吧 能乐乐呵呵的 接待他家 这个所有的家里 这些家里人 和这些亲人啥的 完了呢 回来又接着 我们一起回去的 回到家里后呢 都十二点了吧 完了 公公和那些乡亲 都在那等着我们呢 完了我就有点 看到那个啥 看到了公公 我就有点 变累了 因为我都十五年 没回家了 回到家里呢 完了我公公就 就在那坐着 说这书 书店 你妈呀 要是活着 看到你回来的 多高兴 当时我呢 他说你都十五年 没有登那个家门了 我叫我自己 真是太过分了 其实我公公那人 非常有德行的人 就是我 品了他坐 去了三回 品三回 他一天坐着吧 都是腰板 分直的 完了 就非常紫 两个手放在洗衣盖上 就非常顶天立的那种人 而且心量特别特别大 后来完了 我就当时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 挺挺挺能啥的 就是挺难过的 我就要掉眼泪 当时掉了眼泪完 我公公也很难过 我说爸睡觉吧 我说太晚了 其实这一宿 我根本就不能睡 我心 哎呀都学弟子鬼了 快落实吧 完了 第二天呢 老早就起来 包米干子 已经给爆了 火也给人家扫了 做饭 那个洗蒜 什么都帮着人家干 我公公今年 也都八十岁了 完了我就开始帮他干 干了 到了天黑的时候呢 我跟那个 小孩的爸说 我说得咱们 给爸洗脚吧 完了 哎呀 全家人都高兴了 然后我公公就 可特别的激动 激动完了之后呢 就是偷偷的 就是趁着没人的时候 因为家里啊 就是人很多 就偷偷的 给我叫到一边去了 说那老师媳妇啊 你来一趟 那我说爸有啥事啊 他可能也看着我的 就是这两天的表现 可能有一点点好 完了那个比原来 是强了一点 完了他说你来吧 然后我说有事吗 他就搁兜里啊 拿出来几百块钱 因为我公公啊 他没有工资 他是个农民 就是靠儿子吧 给他一些钱 完了呢 我公公就搁兜里 掏出钱 说的要给我们 然后他说的 这个钱呢 孩子吧 长这么大 也没给买过什么 他说爷爷非常对不起 想给买点糖 买点穿 买点什么用的 给我我们要 我说的 爸 我说的 这都到了 我说的 我们应该给你钱 怎么能让你给我们钱呢 完了我说不可以这样 我说的 我就把那个啥 我就把自己原来做错的事 我就跟我爸说了 我说爸 我原来太过分了 对你也不好 对妈也不好 晚也不回来 我爸说的 哎呀 其实我们不通你吃也不通你喝 只要你们三个人回来乐乐呵呵 我们就高兴 我就狠 我当时就能理解老人那个心了 原来理解不了 然后我就理解他了 我说你看 我对你这么不好 你还这么待我 人家的人那么厚呢 我当时真是 就是很 就是那种滋味 真是很不自在 我再说说我们小叔子 我们小叔子吧 我回家的时候 都是毕恭毕敬的 他也是个 潮财的一个 那个啥 一个那个 长长 完了他对我都是毕恭毕敬 因为他知道 我对他妈不好啊 然后我就 我说的 我就问他了 我说老六啊 我对你妈一点都不好 你说这么些年了 也不管 也不问的 就是特别冷漠 大爷爷 然后我说你看 你咋对我还这么好呢 我的小叔子 真是非常让我感动 他说对吧 哎呀 你对我妈妈没有不好 他说再说到过去的事了 别想他了 哎呀 我就内心真的 让他恭敬啊 就一个人呢 让人恭敬的滋味 也不好受 因为咱做的太缺德了 让人恭敬 哎呀 就是后 人家那个心量那么大 后都带你 我当时真的就觉得 第二位了 我就觉得 哎呀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真是对不起你妈 但是呢 还剩个爸 我说的 我会很那个啥 很用心的 对咱爸好的 他呢 小叔子也特别的感动 反正呢 回来以后呢 我就开始 回到家了以后呢 过了春节 回来以后呢 我就开始 例行弟子规 学一条呢 就做一条 在生活当中就做一条 原来呢 就是不理经丈夫 对丈夫呢 就是没有公平心 人家毕竟是念过书的 你说也是那个啥 也是就是有文化的 那个载单位 你说也是工程师 我载 我拿人家 从来就是踩人家 没拿人家当工程师 就拿人家当农民 看 从来也不尊重他 就是 内心呢 就是瞧不起 人家农村人 看不上人家这个家庭 也就是挤着眼睛 回家以后呢 恭恭敬敬的 说声对不起 给人家做的饭炒菜 特别的 说话语言也变了 特别的柔和 对孩子态度也变了 我家那个小孩的爸说的 哎呦 我跟你过了二十多年 你呀 才像个媳妇一样 我说 我原来真是错了 真是不应该那样 对待公公和婆婆 婆婆也是妈 但手拿婆婆 你没当自己的妈那么呆 就是说 内心非常的后悔 因为她不在了 我就非常的后悔 挺难过的 我非常感谢呢 就是说 非常感谢呢 这个弘扬 那个中国传统文化的 所有的那个啥 所有的资源者 因为呢 他们 他们遍布在每一个角落 要每一个有缘人 都能闻到 这么好的教育 还是义务的 我非常感谢她 我给他们举个光 我以后啊 真是就是说 弟子归也讲了 说的固能改啊 归无 我自己以后呢 把自己这个星光啊 那毛病习气啊 都好好去除出去 把自己你好好管一管 完了去感染之围的人 把利益大众 弘扬弟子归呢 也是我的一份责任 所以呢 我也要担当起来 我就想 让弟子归就像春风一样 吹在每一个角落 让所有的人都受益 因为弟子归说了 圣于贤可寻致 只要咱改了 咱也能成圣 咱也能成贤 好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李宏雯老师 下面我们请胡董做典型 非常感人啊 这个 这个我想起一个故事 说在古代的时候 宋朝 有一个县城里面 出了一个逆轮之案 儿子把爸爸杀了 报道了 朝廷 皇帝知道了这件事情 皇帝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他怎么处理的呢 第一个 儿子判了死刑 第二一个 罢免了县官 知县 第三 给寻死 就是省长及大部 为什么 就这个还不算 皇帝下一道御址 那个县里都有城墙啊 城墙拔掉一脚 永远不许恢复 什么意思 我把这一方的人民交给你 你知县就是父母官 人民犯罪 你有过错 你没把人民交好 这个城墙拔掉之后 让全县的人民 都记住这是一个耻辱 我们县里出了这种 大逆不道的 这种逆子 引以为戒 所以中国古代社会 五千年 五十六个民族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这么的祥和 这么的 这个 国泰民安 有道理 道理在哪里 在教育 教育谁的责任 地方官员的责任 所以今天 我们看到这么多朋友 他们很痛苦 遭受这么大的灾难 过错在他们这儿了 不在 他们怎么学的坏 三字经常说 狗不教 性乃前 因为没有教育 因为失教 他们才会发生 今天这种现象 换句话说 他们是学坏的 既然能学坏 就一定可逆 他能学好 所以教育之重要 就在于 人是学坏的 所以人是可以教得好的 这个过程 就像 惩罚和除法的交换率一样 所以 教之道 贵以赚 所以 我们凡是有福报的人 每一个老板 每一位领导 每一位媒体工作的 千万不要忘了 自己的教育责任 因为 你不要 如果你失去这种教育 我们这两天的分享 看看这些人 再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真的幸福吗 我们真的快乐吗 我们真的 我们自私自利 真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吗 答案是否定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吴董的点评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